欢迎您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如何应对加拿大患有创伤性脑损伤的人们的悲苦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脑损伤协会和加拿大创伤性脑损伤研究联盟呼吁 将创伤性脑损伤TBI在加拿大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 每年约有16.5万加拿大人遭受中肚致重度TBI 其中有4000人死亡 3万人因此住院 这些组织呼吁改善数据收集 康复和对患者的支持 并表示将TBI分类为慢性疾病 将有助于确保这些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可用 曼尼托巴省新民主党承诺 将替换由2017年保守党政府关闭的急诊科室 加拿大环球邮报 如果曼尼托巴省的反对党新民主党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 他们承诺将在温尼泊医院建造三个新的急诊科 维多利亚医院 七象术医院和康科迪亚医院的急诊科 在现任的进步保守党政府于2017年关闭 并降级为紧急护理中心 新民主党计划确保这些医院再次提供急诊科 因为等待时间仍然很长 批评人士认为政府没有适当扩大剩余的急诊科 该党的计划将部分由联邦政府增加的转移支付资助 Netflix和Cineplex之间的戏剧继续直播到Tiff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官方日程安排 所有八部在该电影节上首映的Netflix影片都不会在Cineplex The Scotiabank影院放映 这是去年的争议的重演 当时Cineplex因为两家公司对于Netflix在影院放映其原创电影后 多久才能提供给订阅用户观看的问题意见不合 禁止了Netflix的影片在其场馆放映 Cineplex证实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仍与Netflix存在分歧 斯泰西 刘易斯选择了艾力 尤因 雪耶恩 奈特 和安吉尔 因参加索尔海姆杯 英国独立报 斯泰西 刘易斯 Stacey Lewis 已经将艾力 尤因 哈莱伊尹 谢南 奈特 Shionite 和安吉尔 引Hindling 选为美国索尔海姆杯队的外卡选手 这三名球员将完成12人的美国队 他们将力争避免连续第三次输给欧洲队 刘易斯表示 这个决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之一 但这些球员凭借在球场内外的表现 赢得了他们在球队中的位置 美国队将于9月22日至24日 在西班牙的芬卡科尔特辛度假村 与欧洲队竞争 利昂内尔 梅西首次亮相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ales 但这个联赛是如何运作的呢 半岛电视台 阿根廷足球运动员来昂内尔 梅西帮助改变了迈阿密国际队的命运 自从他加入以来 球队已经连胜9场比赛 梅西已经打进了11个进球 包括球队一个多月来的首场联赛比赛中的进球 尽管连胜 迈阿密国际队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要想晋级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季后赛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有29支球队 其中包括三支加拿大球队 并分为两个分区 MS计划保护684公顷的荒野 湖泊受到采矿公司的关注 加拿大CBC 新斯科社省龟斯伯勒郡的一个新的荒野地区 将保护300公顷的原始森林 以及一座被一家矿业公司 确定为米溢金矿的水源的湖泊 阿齐伯尔德湖荒野地区 将包括684公顷的森林 湿地和三个注入圣玛丽河支流的湖泊 圣玛丽河是新斯科社省最长的河流之一 该地区为宾威的大陆陀路 和加拿大鸣鸟提供了栖息地 保护组织长期以来 一直寻求对该地区的保护 该地区对一个鲑鱼恢复项目也很重要 然而 大西洋矿业新斯科社公司 希望在该荒野地区附近建设一个露天金矿 并对新的保护措施 对其计划的影响表示担忧 前治疗师性侵案的审判 听取了最后陈述 加拿大CBC 沃夫诺土著健康中心 一名前传统治疗师的审判 已经结束 进入了必停陈述阶段 拉尔夫 金是该中心的一名前治疗师 他被控三项性侵犯罪 三名女性 坐证称金在治疗过程中 对她们进行了不当触摸 金否认了这种不受欢迎的触摸 但承认自己的行为不当 每个女性都描述了 金在不当触摸时使用露骨 金的律师便称她的证词 对指控产生了怀疑 控方便称金滥用了她的信任地位 并在证词中撒谎 预计将在11月做出判决 沃夫诺中心在2021年春季收到不当行为投诉后 终止了与金的合作 并禁止她进入中心 犯罪黑客很可能在近期对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威胁 报告 加拿大CBC 根据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的一份报告 有组织的网络犯罪团伙在未来两年内可能对加拿大的安全和经济构成威胁 其中勒索软件攻击是最具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形式 该报告警告称 俄罗斯和伊朗正在成为针对西方国家的网络犯罪分子的庇护所 报告还强调了网络攻击对教育、能源、公用事业和医疗等 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影响 报告敦促组织改进其网络安全措施 并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国际合作以打击网络犯罪 卑诗省的农业产业处于气候变化现实的前沿 加拿大环球邮报 应属哥伦比亚省BC的农民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 对农业产业的影响越来越担心 由于其温暖的气候 BC拥有独特的农业产业 使农民能够种植其他加拿大地区无法种植的水果和蔬菜 BC还是西加拿大唯一的主要葡萄酒产区 然而 在过去的三年里 BC农民经历了干旱 极端高温 洪水和火灾 导致农作物欠收 牲畜损失以及农田和基础设施的损坏 农民对未来感到担忧 并认为需要增加政府支持来应对未来的自然灾害 优衣库任命全球运营总裁为海外推动的总裁 日经亚洲 日本服装公司优衣库任命总月大福为新任总裁 该品牌旨在加强海外扩张 总月大福此前首次为优衣库的美国业务带来了盈利 将于本周五成为执行董事、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现任总裁刘景正将担任首席执行官 优衣库的国际业务在2022年8月的一年内 创造了1.1万亿日元、75.1亿美元的收入 超过了该公司在日本的业务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度记录不断被打破 野火继续肆虐 热警告发布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由于持续高温和空气质量差 该省仍在与近400起活跃的野火作斗争 北部的几个社区正处于高温警报状态 预计每日最高温度将超过30摄氏度 一些地区的历史最高温度记录已经被打破 高温和野火的烟雾导致该省许多地区 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 上周 大雨帮助救援人员在控制一些重大火灾方面取得了进展 然而 被布什克里克冬野火迫使离开家园的居民 将很快了解到他们财产的命运 该野火仍然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重要野火之一 对安大略省盲人学校 一名青少年死亡事件的验尸观调查开始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 对于在安大略省一所盲人学校照顾下的残疾少年塞缪尔 布朗的死亡 一项验尸调查已经开始 这项调查将审查布朗进食或液体进入气道的风险 识别和应对这种风险的保障措施 以及学校对沟通障碍学生的政策 布朗是一个盲人 聋哑人 无法言语 五年前去世 享年十八岁 他的家人声称医学专家对他的死因存在分歧 并且他在去世前身体状况良好 这项调查预计将持续十天 将听取布朗的家人 学校工作人员和医学专家的证词 陪审团可能会提出建议 以防止类似的死亡事件再次发生 安大略省教育部长斯蒂芬 莱斯敦敦促教师工会选择仲裁途径 以避免罢工 加拿大环球邮报 安大略省教育部长斯蒂芬 莱斯敦敦促三个教师工会达成一项 避免罢工的协议 莱斯希望与小学教师工会 天主教高中和小学教师工会 以及法语系统的教师工会达成相同的协议 这三个工会尚未同意这个提议 莱斯将在本周与两个工会会面 下周与另一个工会会面 曼尼托巴省新民主党表示 他们将重新开放当前政府关闭的 温尼博士的三个急诊室 加拿大 如果马尼托巴省新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省选中获胜 他们承诺将重新开放温尼博三家医院的急诊室 计划包括在维多利亚医院建立一个新的急诊室 以及在塞巴诺克松河医院和康科迪亚医院建立急诊室 这些急诊室在2017年关闭 是为了减少等待时间并找出医疗系统中的低效率 新民主党领袖瓦布 基牛此前曾表示 他不会考虑重新开放急诊室 因为将急诊中心改回急诊科的成本太高 选举定于10月3日举行 加拿大公布了参加北美洲排球联合会女子排球比赛的名单 将在魁北克与强队对决 加拿大CBC 加拿大女子排球队宣布了 他们参加北美洲排球联合会Norsica女子排球周际锦标赛的名单 这个比赛将有来自美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古巴等国家的队伍参加 加拿大将与墨西哥和波多黎各一起参加组比赛 比赛将在魁北克的PPS Amphitheater Desert University Laval举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众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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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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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